幸福好时光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神妈咪神老师 她的脸书呢 其实她不容易 像我们本来就是有传统流量 那你比较容易汇集人潮 可是呢 老实说本来没有人认识她 她就是个国小老师 但是许多人就自动像有向心力一样 去看看说她到底说什么 那我也是她的粉丝 我知道她很会煮菜 真的还不错耶 相当的有创意 然后养猫养得很好 总共到底有几只啊 我们家五只 对 而且有的好像兄弟是不是 都是只有公的 一只公的 其他都母的 有两个白的啊 对 两只白的都是姐妹 那很多人一定也会问你说 哇 你要搞三个孩子 还要养五只猫 那平常还要骑重机 好像跟老公到处去拉拉手这样子 对 一定要的 所以我觉得她也很猛 你重机不是从小会学 像你妹妹是赛车手 我们都会以为说 那个全家都爱开车 其实也不是 你是后来才开始 有一次她带我去试车 然后就给我开那个跑车啊 我第一次开跑车下个半死后 然后就慢慢加油 她就说 你到底有没有踩油门啊 我说我已经踩很快 她说你怎么会时速22呢 你妹妹这样说你吗 对 她就说你时速才22 因为那个摄影机拍起来之后 就是看到那个时速表就是22 这样超丢脸 其实我跟你说 就是很多人就不了解别人的家庭状况 我老公也很爱重机 我弟弟也是 但有一次我老公他去买重机 他真的没有告诉我 而且那个停车位当然是我买的 他停在那里的时候 我想说糟了 我家要多一个重机 我再生气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前一个月啊 他妈妈在生病 住的医药费 他还跟我借 竟然可以去买重机 但是你知道不好跟人家说说 我不是在 那个重机射材整个来围攻我 我心里想说 你应该了解别人的家里的状况 我不好意思家丑外扬 所以我在对这部重机生气 不可以吗 我弟弟买重机 我一点都没生气 那不管我的事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再理财 算了啦 真的 不过像那个你自己 就是有什么 你也是一个即时行乐型的 对不对 其实我后来发现说就是 像妹妹在很小的时候 心里很不准 因为就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她去复健的时候 我会被复健师念啊 你怎么都没有教啊什么的 在学校里面 她成绩非常的差嘛 都二三十分这样 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觉得二三十 好像他真的有状况 他真的不错了 对但是就是 你还是会有一些期待的落空 然后怎么教都教不会什么的 就会有很多的状况 心里很郁闷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 从别的地方找到一些成就感 我觉得养小孩最难的 当今就属于您了 前面那两个是叛逆的要死 又空无有力 结果妹妹 却需要你很大很大的力气来帮忙 前面几年我就很迷恋烘焙 就是把所有的时间 空余的时间 全部都用烘焙填满 我还去考了两张丙级症状 就是从别的地方 别的兴趣里面 找到一些成就感来满足自己 你不要从小孩身上找 从小孩身上找 你压力大 小孩也压力很大 我就转移注意力这样 到前年开始学骑重机 因为我们家儿子说想要骑重机 然后我们家儿子跟我一样任性 就是你只要跟他说什么事情不行 他就一定要去 对对 这个妈妈要有点了解 对你要很了解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都没有跟他说不行 我就跟他说好 然后我就去买了几台重机 你这样有点太凯了吧 不是不是 那个二手的很便宜啊 然后就跟他一起学 陪他一起学 学会了以后 那一个暑假 我才学一个月吧 然后就我自己骑到 那个清水断崖去看日处 然后那个暑假开学的时候 我就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陪着他三个人骑挡车 一起骑到台中 陪他去开学 这是大儿子还是二儿子 大儿子 因为他在彰化嘛 要是我还是会叫他重机自己付钱 他没办法付 才刚毕业没多久 然后就也没有在打工 所以我们就陪他骑到台中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 因为小孩大了以后跟我们比较疏离 就没有什么话题 然后他又觉得跟我们讲 听不懂 尤其青少年的男生 他觉得我们听不懂 真的不太会跟妈讲话 对 然后一讲就是很刺猬 这样子 讲一句他可以顶十句 对 所以那次陪他骑下去 陪他练车 学车 然后买车 又陪他骑下去 过程很平和 然后他一直在跟爸爸 只要停下来 就跟爸爸讨论车子的事情 至少有个共同话题 对 然后陪他 就陪他 就是会跟爸爸讨论说 那台重机很帅 那台重机怎样 就是增加很多的话题 真的觉得重机 给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真的就圆润很多 这样子 对 其实我跟重机 可能也还是有一点仇恨 我弟弟以前 小我一岁多 他大学的时候 就打工买了一个 就看起来不是重机 但是很追风的车 那后面礼背不是鞋的吗 就往前鞋 然后我那时候有一天 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载我去哪 他就跟我说 这车不是用来载姐姐的 你能不能看到这个鞋度 是来载妹的 我说好 然后后来发现 从始结了两只 对 我老公现在在台中骑重机 后面也都载妹 就是我女儿 那女儿抱着她 觉得她好开心 那个重机真的不太适合载人 其实我们也不想骑呢 我们比较喜欢豪车 不舒服啊 就是嘛 又热 但你还好身材高大 但我其实有想过 我觉得应该是 来学个重机应该挺好 但我想到我这么小 只重机都比我重 那到时候 如果我要扶不起来 往路倒是不是有八个路人来扶我 我也扶不起来 你也扶不起来 我也扶不起来 你的身高都扶不起来 对啊 那个很重啊 但是你又不用举着跑 是这样 但问题是哪一天怎样你脚也要等得到 对 就是 没有小台的 至少要踩得到底啊 踩到地这样子 不会说你停下来就倒了 这样 然后我老公就说 哎呀你还是骑八十的好了 我说那没有五十吗 他说现在没有五十 没不到 好 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那你今年的 就努力就可以达成的三个愿望是什么 我要去环岛啊 对啊 就去年 重机环岛 对对对 去年本来要去环岛 然后就 那暑假的时候就 就其实那个环岛 你就觉得 哇 这个好远 好累的那种感觉 后来就没有去 就只有到台东 那我有点后悔就是 我到十月的时候脊椎就开了刀 嗯 然后就啊天啊脊椎开了刀 然后那时候医生跟我讲 这是怎么有严重到要开刀吗 对我脊椎滑脱 就是八月底的时候 停车子停好 然后就倒了车 倒了以后 你看我说的悲剧发生了吧 我不是摔车 我是倒车 停下来以后 屁股就 然后就那个脊椎有点 吐起啊 对 然后就整个九月超痛苦的 嗯 那个腰直不起啊 嗯 就看到一个 一个 一个沈老师 他弯着腰 好像老人一样这样走路 哈哈 后来就就去开刀 嗯 对 然后医生就说 有至少半年不可以骑车 哦 我想天啊怎么办啊 就就不能去环岛了 结果那时候很后悔 为什么暑假的时候没有去 你应该是后悔骑车吧 哈哈 不是 后悔暑假没有去 然后二儿子就说 啊来吧 那辆刚好给我 哈哈 他自己有一台啊 哎哟 停车库刚好放四部重机 对对对 我们车库里面有四部 然后现在外面还有两台 刚刚暑假回来这样 寒假回来 你付的代价很大 你还笑这么开心 哈哈 对很开心 所以今年 去年没有完成的 我今年一定要去 重机除了跟小孩 就是有了共同话题之外 对你的乐趣是什么 就陪我们家老公出去啊 刚开始他其实 我是真的好充满爱 就是你坐后坐的时候 其实是不舒服的 因为你以前 以前我们在年轻 17岁的时候 坐他的重机 是可以整个人趴上去的 好我懂 因为不用戴安全帽 对 整个头啊 身体啊 是整个抱上去的这样 可是现在有安全帽 两个都会撞在一起 哈哈哈哈 原来真是 所以就变成你 做那个重机的时候 你只能扶着他的腰 啊后面就摇摇摆摆的 是这样 腰好酸啊 哦 所以我就不爱跟他去 所以他每次就是 他之前一个人 骑重机的时候 他骑出去 其实我都是想说 你是去在谁 哎呦 你后面到底坐了谁呢 结婚到底几年了 超过20年了吧 你说我们呢 结婚了10年了 那到底 到底在了谁 他然后他一直 一直揪我去 我都不愿意去 又热 然后又累 腰酸的要死 然后又不好玩 到底要干嘛呢 前面会吹到风啊 不过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坐后面不舒服 对 腰真的睡不了 原来是真的在妹的 要趴上去的 而且我跟你讲 就结婚20年之后 后面如果是老婆 我觉得前面也不舒服 他可能觉得太热 没有甜蜜感跟触电感 后来骑了以后 其实自己骑了以后 才发现说 我光是自己骑 我的两个手肘都好酸 是是 自己撑着就酸了 如果后面再趴一个 五六十公斤的人 怎么受得了啊 对 所以而且又热 真的 夏天热的要死 我后来都问我老公说 以前啊 年轻的时候你怎么受得了 我趴在后面 他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没办法啊 你要怕上我有什么办法 那人完成了骑车环导 当然啦 我很知道 一个人可以操控一个 就是你不是在车子里面 你外面那个自然的风 跟你融为一体 其实我骑脚踏车 也都很高兴了啦 祝你完成骑车环导 那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呢 是希望我们家妹妹考上高职吗 其实有这么难考吗 现在的学校不是都是要保送 可以保送可以聊一聊 不是不是 因为他是特教班 所以他身上高职有一个综合职能科 那基隆的功力综合职能科 只有三个学校 然后他又要考比试 刚开始我们家妹妹 不是特教班吗 还要比试 这样不是很折腾吗 比试50题这样子 好像是50题的选择 可是有的特教生 是连 就像如果是自闭症 他是比较重度一点 他连那个都看不懂 他们可以直接进到特教学校 可是我们家妹妹自己说 他想要去 就是另外两个综合职能科 所以就需要比试 刚开始我就觉得很难 他就不会写字啊 就不得字怎么去考呢 然后就是 后来有一次他们老师 就发给他那个考古题 然后老师还跟我讲说 妈妈你不可以教他 你让他自己写写看 然后写完以后 我们再到学校来 我再一题一题教他这样 然后拿回家以后 我就说妹妹 这个老师说你要自己写 他说我怎么可能会 我说不行啊 老师说我不能作弊 你要自己写啊 三分钟写完50题 123321 乱写一通 这个头好痛 要是我就会跟他说 不然你干脆都写3好了 他就都乱写一通 我就说妹妹 你这个答案太离谱了吧 他说我就看不懂啊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放弃的 我觉得这个小孩就 他就看不懂 你不要逼他嘛 所以可是后来我们决定 就是找一个家教 就是带着他慢慢的去 至少可能有些题目可以用 可以就是带着他练习这样 就没想到那个才隔一天 家教老师带着他去念那个题目 才发现他会念题目 好神奇吧 我们家妹妹不知道他自己会念题目 我也不知道他会念题目耶 可是他懂得看得了字 但是因为他的是脑性麻痹 还是这么的原因 他是脑部挥直过手 然后那个认字写字 还有算术的部分是没有 就是某一个区 就是试字的那个区 可能他的有障碍 所以但是他会念 念就表示他试字 只是他写不出来 我们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他试的 是因为他平常喜欢看球赛 这还蛮神奇的 然后常常看戴智颖跟谁谁谁打 然后陈宇飞什么的 他就会去看陈宇飞的名字 戴智颖的名字 他要去看那个分数现在是多少 然后他就会在他的配上面 就查到这个戴智颖 然后他就会把他抄下以后 叫我帮他写上注音 他再一个一个注音 把他输入到平板里面 去查他们的生平 之前的比赛 那也要看得懂字 因为这样认识好多字 不是考试的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然后兴趣 可是我知道这样的孩子就是 他字都认识 他可能也理解那个意思 但是要叫他选那个问题 或什么判断那个是非逻辑 很困难 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说 他可以念题目 结果我就带着他说 好妹妹你现在念第一题 他没有办法每一个字念出来 他可能十个字里面可以念六个字七个字 但是大部分的意思他也就懂了 就会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说他可以自己读题了 当然英文还是不行 数学还是不行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题目是不行的 因为他是在习惯中去学习的 就日常生活中的再三的反复印象的学习 所以我们就请家教一个礼拜来两次 带他念题目 然后很多人就说 你自己是老师怎么不带他念 妈妈真的教不来 我非常明白 妈妈有多困难 真的妈妈真的教不来 你只要念个三遍 读不懂这妈妈活出来了 脾气太坏 而且你会觉得说 妈妈万一给气死了 中风了 你以后谁顾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中风的 好 好我们待会再聊 幸福好时光 有关于妈妈教不来这件事 你真的不用自责 我老师说 不管老师多不会教 老师都比我有用 而且妈妈自己是老师也没用 最重要的是她的老师说什么 对不对 妈妈现在就到青春期 有一阵子就是 我这样跟她说都不能问哦 连功课写好了没 我又白眼 我心里想说 我怎么养的是白眼狼啊 我怎么会这样子 还有我当时真的充满爱 从五岁的时候 开始教她唐师 就算我在国外 我都努力的飞回来 然后为了怕她无良 因为独生子女嘛 我就把那个邻居 左右朋友小孩啊 我都开免费课程 还提供奖品 奖金 还有礼物 还有晚餐 然后所有邻居的小孩 都来学了 结果发现 这样是比我一个人教她 没有被白眼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老师 我还教着别的学生 但其他的学生的吸收率 就算小学 一、二年级的 都比她快 对真的 别人家小孩 怎么这么好教啊 对就 就是 那个佳教老师回馈的也都是 他进步很多 所以你看 就是我不用切个半死 然后教教老师可以教她懂 然后还可以回馈说 进步很多 你看我多开心 这个是机会成本交换的问题 真的 也就是说 就算你有时候 有时候人会这样算 我觉得那个都是女性错误的算法 比如说我现在去工作 那我的那个赚的钱 只有三、两个孩子好了 保姆费可能都不够 对不对 对 那我是不是要停止工作 然后去教小孩 其实这个考量是不对的 我们家的老公就是这样说的 对 他是跟我同样的算法吗 对不对 还是反面算法 当时我们家老大老二差一岁 所以那时候的那个保姆费要三万 是 再加上奶粉尿布啊什么的 加一加 哇四五万 然后当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工作没有多久 对 所以薪水大概也是三四万四五万 他就说天哪 这样子你干脆就留职停薪在家里带小孩 说我才不要 为什么不是你留职停薪啊 我算得多啊 你有没有算过 扣掉保姆费三万块以后 我的钱还可以买奶粉尿布 可是如果留职停薪以后 那个虽然三万块留下来 可是奶粉尿布还是要买啊 你会不会算啊你 其实我的算法不是这样 我是长期主义者 我的算法 现在各位女性朋友你听清楚 如果有人要叫你这样 但除非你真的很恨你的工作 那你可以思考 有些人真不适合职场 我也承认 但如果你是一个适合职场 而且在职场上有野心人 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做 因为不是钱的问题 对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请问你当保姆 是个很好的保姆吗 我肯定不是嘛 我想你也不是 给你三个小孩你可能把自己搞的鸡飞狗跳 对不对 可是给别人带也许小孩还比较安全 对 是这样子 多一个爱多好 对 有的人训练不来 如果你可以找到很好的保姆 第二 你的中断职场 那你会整个人变得很无聊 像我是一个只要一失业或没事做 我很可能会得忧郁症的那中生 所以我一定要有工作做 就算你用你的四五万来换那个两个小孩的四五万 我认为这是划得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短期的问题 对 但你的人生是一个长期主义啊 那你长久以来是不是 你现在如果中断职场 你后来可能还要从三万开始 甚至我有很多朋友 真的康乃尔大学啊 北女台大康乃尔 后来他就是 嫁得也有钱啊 但后来家到中衰 然后嫁了一个老公也很有钱 他就心里想 我就还是不用做嘛 对不对 结果呢 后来他就是到了小孩十几岁的时候 他想要找三万块的工作 他找不到 大家竟然发现说 学历这么漂亮 为什么你 他当时还是学资讯工程的 这个一格就没有了 对对 为什么你都中间没有过程 后来他不敢写他的硕士学历 就是把自己的学历写得越低越好 希望人家给他这个工作 但你会遭到很多冷嘲热缝说 哦你当时就是因为家里有钱 就不需要工作 那现在就也不需要工作啊 跟不上了啦 跟不上时代 其实我那时候我就问我老公说 你要想哦 那那个奶粉尿布钱 我要伸手跟你拿钱 你受得了 我这样一直伸手跟你拿钱吗 我说哦还是不要好了 然后还要跟他说 我其实很唠叨哦 你孩子我也未必可以照顾得非常好 我闲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像你这样继续当一个老师 在你喜欢工作上 而且你哦 人生的价值其实是在某些社会的功能上面 你还有社会功能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公的说法 真的要去说服他 不要有传统思想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钱的问题 是长期你怎么看的问题 这就跟有些人哦 明明你有足够的钱嘛 你一定要一直租房 你就租房子买房划算 我心里想你到底有没有算错 就算里面的钱差不多或一样 可是人家20年后是拥有一个房子 那房子可以用来贷款 而你付完了呀 我一直跟我老公讲说 我好想退休 我现在就退休你养我 我说不要不要 还是继续工作 有些女人在家里也是个灾难 很恐怖 我绝对是个灾难 我自己知道 光是寒暑假 她大概就受不了了 真的 对就是会有很多的那个出逃 想东想西 然后很多时间看重机 买这台买那台这样 很恐怖的 而且呢 如果不让我做很多事情 我还会找人家麻烦 会看别人不顺眼 比如说 你怎么睡到现在还没起床 有没有 真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聊 那个神妈咪神老师 神雅琪还有一个愿望 那个什么叫让工程师 把奖金分我一半 这是干嘛 这是写给老公的暗示吗 对对对 她每个每年的四月 会有一笔奖金 对考基奖金 台积电的 她不是 她外商的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 她到底是哪一个公司 我只知道她四月有钱 我觉得在文章中 你的状况跟我一样 我其实跟我不管老公在哪个公司 我只知道 她就是做那种 就是跟那个店业 有什么店之类的公司 因为你 我也不懂啊 而且我懂 对你也没有比较幸福啊 刚开始我问她说 你们公司做什么 她就讲一堆 然后就说 我们听不懂 算了 从此以后她都不讲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 你们老公到底是做什么 在哪个公司 我讲不出来 就是个工程师 对她就工程师 然后她四月会有奖金 所以我就会 四月发奖金 让她分我一半 大家可能可以Google 看起来好像挺多的 要看前一年公司有没有赚钱 其实现在最近我认为台湾的科技业 整个景气是挺好的 这两年还是可以 所以要有一点期待 看她是会分我多少 你没有看那个商业周刊 我去本集都一起 也就是说 来你看封面 跟你讲 因为现在台湾在赚那个AI时代的钱 辉达联发科抢劲 大小台厂都能吃到 看到了没有 他都不是这几家的 边缘运算14兆市场爆发 但是我也都假设 我老公应该可以分得到 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妙的是 有些人会觉得说 好像你一个老师 每天在脸书上面一直写说 你要A老公的钱什么的 我A的是自己老公的钱 又不是你老公的钱 关你什么事 对不对 对有些人就会管很多 哎呦跟你讲 不是那管很多 你只要想到我的遭遇 你所有的痛苦都不会很痛苦 你知道我同学真的很糟糕 就好久没见 就会来讲说 你老公呢 我说他在工作呀 就是大家现在 那个到台中 派到台中去了 就没有 就是没有住在这里 他就会说 哎呦 你为什么不叫 他这个帮你当司机就好 我说我跟你讲 你以后在我们家 我很直求对决 你以后也不用再来我们家了 你非常不受欢迎 你凭什么来支配我们家的前途 你觉得我会喜欢一个失业男子当老公吗 每天就在家里 对我老公不是没有失业过 我真的觉得说 我那时候看他是无比的讨厌 真的讨厌到受不了 因为女人没工作 那个眼神无光 老地老道已经可怕 男人因为他们科技有时候常常裁员 或怎么样 那真的很可怕 你知道吗 你就看他 那没有名片的日子 好像一条一只 不是无头苍蝇啊 其实就觉得认真的人最美 最帅 其实他每天很 就是打扮 就是穿得这样子 很鼻挺这样出门 哇多帅啊 然后他男生就喜欢有一点虚荣 就会说 哎呀 这次的展览 我派我的手下去了 或是想说 对他们一定要有 感觉好像那个帮派 有没有 就一定要有一些手下去做 他就是言语之中 还要呈现那种威风 不然实在是 尤其很多人又喜欢问他 就说 有这种老婆 你压力大不大 我真的跟你说 以后碰到我老公 还在问这些话的人 就视同诅咒我的婚姻 那你就知道 我也会直求对决说 好不然我老师 不用再来啊 我也常问我老公说 你同事认不认识是我啊 他会不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啊 他说 我哪有时间啊 哪有时间管这个聊这个啊 忙得要死 跟你说工程师比较好 搞不好他在无程式里面工作 也看不到人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但是就是gossip比较少 如果是一般的 事实上学校是gossip很多的地方 就工作越固定 越就是有常规性 那么同事之间的闲言闲语最多 我也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都每天就是电梯 停好车以后 电梯上三楼进教室 只有上厕所才出教室 你都在应付这对小鬼门 对都没有出去外面聊天 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 别人讲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 就之前有人问我说 你会不会很怕人家排挤你 我说怕人家孤立 就先孤立自己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专注在你有兴趣 你喜欢的 或者是你负责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你管别人去做什么 管别人讲什么 很闲的人才会去讲别人 本来就是 对 我闹我空 对 如果我们从小到大管别人 我跟你讲 你只会变成一只群体里面的羊 对 你什么事都要先问过别人一遭吗 不过我也觉得 因为很多人的界限不太清楚 他就会搞不清楚 这你家又不是他家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那个在问话之中 就完全在决定别人人生的样子 你上帝嘛 你这么伟大 他就会再帮你烦恼 对 那个神要骑得谁谁谁怎样 我的烦恼不是你的烦恼 不需要帮我去烦 你这时代跟我很像 大家都在烦恼念两个博士 然后就跟他说 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我说我跟你讲 开心啊 我很开心 对啊 我从来没有觉得累 开心啊 你觉得累是因为 从你的角度觉得这件事很困难 但我没有觉得很困难 如果再起床 对 但万一这样多讲几次 那个朋友后来 大家也没有太长连 你不用替我担心嘛 没有共事 其实不需要无谓的交际运筹 但你有发现家里如果有一个孩子就好他慢一点 真的 的确母亲背负了一个非常大的指责 也就是大家觉得说 哎 大家怎么都不会去体谅别人的环境 都会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教啊 尤其我们常常 我也常常会说 比如小孩这科考的不好 他们就 我都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就说 他妈妈自己忙着自己的事业没有教小孩 我就想说你最好有小孩 你就教你自己小孩很容易 他一辈子都过来听你的话 小孩真的很难教 自己的很难教 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小孩 其实我觉得妈妈的心智要很坚定 对 对因为很多人会问 会聊然后会很担心 就觉得很烦 所以我其实还蛮排斥一堆人聚会 就是在那个聚会里面别人问什么 你没有办法拒绝 对 或是没有办法翻脸 我常常觉得那个比小型的记者会更糟糕 对 因为 对 然后说你会去演讲 你怎么会 就是恐 就有那种社会恐 就是社交恐惧的 其实真的 就是私人的那种聚会 我是非常非常害怕的 所以其实你看我过年也不太出去外面 你也不适合跟一堆女性喝下午茶 你这个性不行 真的没办法 对 因为常常会被问 问到我后来我会翻脸 脸色会很难看 对 我就会让那个画面 那个场面很尴尬 我可以体会 其实我后来 每次什么吴尔全 他都跟我说 我半夜打给你 你都会回复 因为其实我比较晚睡 我跟他说那看人 你知道吗 我回答了很直接 你不要约每个人 我都会这样 因为你要看这个人跟你熟不熟 跟你是不是同路素的 那有时候聚会 很多人说 我们来吃饭 我这是邀请几个人 我从不去尾牙 这就是一个证明 管那个厂商 他今年也许付我几百万广告费 又是他代言人 答案是我拍任何影片都可以 但是我不去认识 因为我朋友真的已经很多 不去认识那些 就是对我太好奇的人 或谁谁谁是你的粉丝 要见你 有时候不好意思 我先观察一下 因为有时候那个记者会 会让我很困扰 对 就我本来没那个压力的 觉得我本来人生都没问题 被你问出来 好像你都觉得我到处是问题 好像很困难 很痛苦 这样子好像很可怜 我不可怜 我觉得我过得好好 我们老公对我多好 小孩也还不错 都健康 然后又有五只猫 又有房子 又有车子 我那到底哪里不好呢 为什么他觉得我很可怜 其实我也觉得我过得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你为什么要那样 我说因为我是我 你是你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 远离这些八卦 或者是这些群组以后 你才可以去做自己 这是2024年对女性最好的一个建议 我跟你说啦 人是这样 因为你会去追踪哪一个粉丝 事实上就代表你是什么人 对不对 你才会一直在看说 他在写什么 他在过什么生活 其实你大概就是那一派的啦 或者你是你向往变成那一派 对就是活到现在快50岁了 就会觉得有很多东西 以前在追求的 好像到现在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那个职位 因为你在转变 对一直在变 之前也有粉丝讲说 那个谁想起都变了 跟我之前追踪的时候不太一样 所以我现在不追了 我想说人可以不变吗 对 退战也不用告诉我 这个我遇到更多 我有经验 比如说你什么 我前不久还遇到 可能说我20年前很喜欢你 30年前对不起 因为你那时候是一个你看长发美少女 充满了文艺腔 我心里在想说 哇那我现在如果再这样 不就是一个冰起来的木乃鱼吗 你知道30年的时光冲锋而去 人生会有多少波折啊 我如果还是这样 我都讨厌自己起来了 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 是啦 这粉专已经写快10年 怎么可能 可能那个话题会一直沉溺 再沉在一个 同一个话题上 都变从姑娘变老娘了 我跟妳讲 都不用成长的吗 而且你的那个视野变不一样的时候 看到的视野也不一样 想法就不一样啊 我还会遇到说 什么怎么越来越市快 怎么 刚开始在 我们在粉丝 你没有做生意啊 偶尔啦 那个就是为了公益嘛 那我们真的有在做生意 就有很多 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 重商主义的 实用功利主义的 充满这个氛围的台湾 对不对 你不能否认嘛 它是经济 靠经济 那个嘛 难道是靠农业立国吗 你还这么歧视商人 然后就有人说 现在气质全无啊 商人嘴脸啊 什么什么 我心里想说要你管啊 你真的不是实物耶 别人高兴怎么转变 是他的事 你可以不要看 你可以不要买 现在不合了 那就分开就好 对 对 你以前喜欢我 现在不喜欢 那就分开就好 那你为什么要用你脑里的印象 来限制我 有的还会跟你讲说 你再也不是我理想中的人 我心里想说 哇 我又是成为 一千万人中 理想中那个人 我想我早就精神分裂 因为像之前 我有在收二手衣 还有鞋子 会冲到 就是去可能机构啊 或学校里面去 可是在做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体悟 是 整理二手衣真的是灾难 痛苦 没有人 没有人理解这个痛苦 只是想要把衣服送出来 还有 我去送的时候 我看到机构上面的现状 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受 所以后来不做 其实很多机构 现在也不想收二手衣啊 对 就变成说 我收了以后 我要去拜托人家 收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在这耗掉我太多的能量 是 所以后来我不收 那人家就讲说 以前都收 以前都做工艺 现在不做了 要不然你来做做看 对 那个是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情 他们还比较希望你捐钱 真的 对 因为你只要一开放捐 什么东西都来了 对 反正你们到时候会整理 我只要不要的通通送去 你们会整理 你就会变沈老师回收场 对 真的堆到离谱 真的收到的东西 什么都有 什么样的状况都有 是 对 那个连牛仔裤底都破掉 也竟然给你 反正你们可以缝一缝 对 我哪有时间去缝 其实每个人都在转变之中啊 真的 然后要选择重要的事情去做 嗯 嗯 你讲的都是治理名言 其实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每个人由他自己的时间分配 他在每个阶段 想觉得重要的事情 或许不一样 对 会转变 然后 可能会可以找到更重要 更及时的方法去做 想要做的事 嗯 对 好 那祝你今年的三个伟大的愿望 都达成 对都能实现 但我觉得 你老公真的会分一半给你吗 有的时候 一点点 我觉得应该是会 有一年 有一年他只有给我五万块 我说 你为什么只有给我五万 他说小姐 别人五万都没有 我说我不管别人 只管你 你不要这样 经济 那个有时候 他们科技业也会有不景气的时候 不景气的时候 那最多你拿到多少 这个可以讲吗 可以啊 那五十万吗 那大家羡慕一下 有吗 没有 我跟你讲我还是很羡慕 我连五万都没拿过 从今年开始就要分一半 算了我怕他回来 我会付更多 我通常要不要拿一个人的东西 尤其是比如说厂商 我现在很商业 就说我要不要拿一个人的东西 我要去看看将来我要不要付更多 我不用 因为我的都是他的领头 好非常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